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瓦伯 我們今天來體驗一下 日本上班族的中餐是什麼度過的 我們現在是週五大概12點左右 我們所在的區域是大門站 大門站這個地區就是以上班族為主 那請問一般日本上班族比較常吃什麼種類的餐廳呢? 因為日本人還蠻重視手食的 所以大概一個小時之內能夠吃完的餐點都可以 比方說像連鎖餐廳啊 或是比方說拉麵店等等的 那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人吃家裡人做的便當喔 那既然這邊是你的地盤 你就推薦我幾家好吃的餐廳吧 沒問題的 這家是Tabelloku高達3.75分的拉麵 Thank 這家店的拉麵他非常的清淡 然後我尤其推薦他的Scan Man 吃起來不會有 然後鹹味是好吃 那香港居酒屋的便當500塊大分量好吃 那日本的商業午餐定時的價格大概都在1000塊以下 那這家店是鮑伯一直非常想吃的拉麵版餅店 但是老闆因為長期腰痛所以愛開不開的 所以我一直沒機會吃到 像吉野家這種午餐廳是上班族一個人吃飯的好選擇 像麥當勞、摩斯漢堡等等 也是出餐非常快 也是上班族的好選擇 後面這個餐廳是賣泰式料理的便當 下次可以吃吃看 剛剛這樣拍一拍我就發現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兩個穿著跟這裡格格不入 大部分的人都是穿襯衫或者是西裝 小屁孩穿T恤、背個後背包 但是我的確是在這裡去上班的 偉恩挑戰一日上班族去購買便當 那個讓他看看不是上班族 也可以買上班族吃的飯 所以我買了兩個中式的便當 我們吃拉 我們接下來要去公園偷偷吃飯 因為其實之前我在六本目的上班的時候 確實還蠻多上班族會拿便當或買便當 然後在公園邊看景色邊吃飯 那剛剛看到大部分都是一個人 那大家想聚餐怎麼辦 大家可能會在居酒屋吃中餐 但這個居酒屋不會賣平常晚上的菜單 而是賣一些商業午餐 但是有那種對座的位置 所以可以一齣人出來吃 如果中午的時候一些專案要趕很忙的話 那在便利商店買個預飯桶或是夾熱便當是很好選擇 哇!這麼有閒情意志啊 對啊!也是可以坐在公園 然後好好享受你的便當啦 以上就是我們介紹日本上班族會吃的午餐啦 我是包博 我是文 那下次見 掰掰 那是5分 你會在廉演嗎 的人 每次見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咬上